弟兄姐妹们 大家早上好 平安 我们很感恩 今天早上我们又可以回到神的家中 我们一起来听上帝的话 我刚才在敬拜的时候 我心里面 灵里面特别的兴奋 我觉得上帝他正在动工 而且他动工在我们感觉不到 可能甚至我们还看不到的事情上 上帝他仍然持续在做他的工作 今天早上我跟大家分享 拥抱天赋的思维 记得11月7号的时候 这牧师有跟我们分享了 四点关于拥抱天赋的思维 今天我要接下去分享 拥抱天赋的思维 Part 2 所以当我们从自己的思维 或者我们从世界的思维 转变为拥抱天赋的思维的时候 用天赋的心思 去看待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自然会改变 那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有一点讽刺的笑话 那有一个人呢 他曾经去法国 他坐飞机到法国的时候 他跟他的朋友去法国 那飞机降落在法国机场 然后全部人 飞机停了 然后全部旅客就站起来 要拿行李的时候 然后突然间呢 他就很顺手 他是一个男生 他很顺手摸一下他的裤带 后面的 因为钱包男生都放在裤带后面 然后他摸一摸他的钱包 怎么钱包 我的钱包呢 我的钱包怎么不见了 他就有一点慌 他就跟他朋友讲 我的钱包不见了 怎么办 我才刚刚抵达法国 怎么办呢 后来他的朋友就跟他 你找一找了 他说我都找过了 都拼命地找到 最后呢 真的是当天呢 他有一点不太幸运 他的钱包 还没有下机的时候 他钱包已经是不见了 然后他就为那一次 他去法国的那一个 那一个的旅程呢 他就做了一个定义 他说 他有点讽刺 他就说 怎么知道 我们已经到了法国呢 你们猜猜 怎么知道我已经到了法国 就是当我的钱包不见的时候 就代表我到了 这个是有一点讽刺 那今天呢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的思维已经改变了呢 就是当情况 有情况发生的时候呢 从我们的反应呢 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思维有没有改变 我相信这么多年来 我们都一直被教导 被更新 我相信我们已经在这 更新和改变的旅途中了 而且呢 我们会越来越进步 一起说越来越进步 阿们 今天早上 我跟大家复习一下 上 11月7号呢 这牧师他讲了 四点 关于拥抱天父的思维 第一个 思维呢 就是讲到 活在盼望里面 活在盼望里面 你是活在盼望里面的 因为我们所信靠的 这位神呢 他是 自给人盼望的神 所以呢 当我们的思维呢 一直想到说 哇 今天有奇妙的事情发生 有好事 要发生在我的身上呢 这个就代表说 我们的思维 都在更新 都在改变当中 早晨起来的时候 哇 你呼一口 第一口呼吸的时候 其实都在呼吸 那你特别呼吸的时候 哇 今天 有什么好事 会发生在我身上呢 这个就是拥抱天父 思维的第一点 我们是活在盼望里面的 他引用了 那个Bill牧师的 一句话说 如果在我们的思想 有任何的想法 他 他如何 如果他没有 带出盼望的话呢 那么他的根基 一定是一个 谎言 所以不管我们的思想想什么 或者我们的思想 有任何的期待 如果那个思想里头 那个期待里面呢 如果没有带出盼望的话呢 恐怕那个根基呢 是一个谎言 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的思维 就是 我是活在盼望里面 我们一起说 我是活在盼望里面 因为我们的上帝 是赐给人盼望的神 第二个呢 我跟大家复习 第二个呢 是讲到 不可能的事呢 看起来都有可能 我非常喜欢这张图片 你看大象 站在那条线上 那个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是呢 天父的思维说 不可能的事情呢 看起来都有可能 那 引用了一个美国 伯特利教会呢 他们 当时候呢 那一年 那一天 他们为一个 已经死了两岁的 一个小女孩 的复活祷告 但是全部的人 都没有信心 这个小女孩会复活 只有这个小女孩的 父母有信心 所以这个小女孩的 父母就邀请 教会的牧者领袖呢 还有他身边的 那些弟兄姐妹呢 跟他们一起为他的女儿 复活祷告 然后他的父母 讲了一句话 这个女孩的父母 讲了一句话说 如果只有0.002% 我的女儿可以从死里复活 我都会尝试祷告 虽然到最后 这个小女孩没有复活 但是 他们已经尝试了 所以我们说 祷告了 就还有一丝的希望 但如果没有祷告呢 就100% 不会有复活的可能 那么我这几个月 从 从9月开始呢 一直到 最近 都听到 都听到好几位 这样的消息 就是好几位 我们熟悉的人 我们身边的人呢 他们移民了 移去哪里呢 从地上移到天国去 从地上移到天上去了 就是说他们去世了 有一些是 生病了去世 有一些是 得癌症去世 或者有一些人是 新冠肺炎 当然他们是本身有 慢性疾病而去世 那么其实当我听到 这些话的时候 特别是 特别针对这个癌症 我心里面非常痛恨癌症 我们一直在宣告说 不只是伯特利 教会他们宣告说 伯特利 雷丁是一个 零癌症的地区 我们宣告 我们西部 整个马来西亚 整个萨拉越 都也是零癌症的 一个的地方 所以我心里面 非常痛恨癌症 现在我们来祷告 我奉耶稣基督的圣明 我斥责一切的癌症 不管是什么的癌症 都要完全的消失 在那些人的身上 主啊 我祷告 神迹再一次 发生在这些人的身上 奉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刚才那幅图画说 不可能的事情 看起来都有可能 我们不要只是 把眼目呢 放在多少人 没有得医治 我们不要把眼光 注视在 多少人 因为癌症 已经去世了 我们要看到 因为祷告 能够使一切 不可能的事情 看起来都有可能 弟兄姐妹 你们相信吗 你们相信吗 我们过去教会呢 在过去年间 我们也确实 发生过 祷告呢 因为祷告 神迹 就是有医治的神迹 发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我相信 不只是在那个时候 我前不久 有跟大家分享 我的三姐 就是因为皮肤癌 医生已经宣布 这个就是癌症 后来祷告 经过祷告 上帝就 奇迹般的 医治了我的三姐 祂的皮肤癌 得医治了 所以我们说 这样的神迹呢 你当是 应当要一直 在发生 才是正常的 神迹要一直 发生 才是正常的 所以基督徒呢 如果我们经历了神迹 我们一定要分享 或者说 我们当中的人 你听到 有关谁 神迹得医治 经历神迹得医治 那么我们听到了 我们也可以带分享 我们一定要分享 最近呢 我听到 有一个 有一个姐妹 她的家属呢 经历了大神迹 就是上帝医治她 上帝医治她 这个家庭呢 他们是 拜拜很深的 然后这个 就是因为 她的其中一个家属 患了这个癌症 所以呢 上帝却很奇妙的 透过 让她在 就是说 在化疗 电疗的时候 有可能产生的 那种副作用呢 然后经过祷告之后呢 她的家属呢 在经过化疗的 这个过程里面呢 一点反应都没有 意思是说 她也没有任何 身体上的不舒服 她就很神机般的 哇 人非常的精神 人非常的好 状况非常的良好 然后更奇妙的是 这位家属呢 就是在这种的 治疗当中呢 她竟然信了主 他们夫妻信了耶稣 哇 夫妻信了耶稣 你们不开心吗 要拍大声一点 哇 我听了 我非常兴奋 但是呢 我觉得那种 分享的精神 就很少了 就是说 哇 在她家庭里面 发生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那么 李当要去分享 当我们有机会 就去分享的时候呢 让别人也听到 这个见证的时候呢 我们说 见证就是 让耶稣再做一次 所以当我们分享的时候 别人听到这个见证 别人也有机会 经历这个 医治的神迹 阿们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 分享上帝的见证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有更新思想的时候呢 我们要相信 要知道说 一切不可能的事情呢 看起来 都有可能 第三个呢 就是 活在平安里 不会担忧 你是活在平安里的 所以你不会担忧 我们说平安呢 不是没有风浪 而是在风浪中呢 因为有耶稣 所以我们有平安 再讲一次 平安不是 没有风浪 所以我们基督徒讲 你不要跟人家担保说 你信耶稣 一点风浪都没有 千万不要讲这句话 信耶稣 我们还是会遇到风浪 但是风浪当中 我们有 从天上来的平安 因为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当我们有耶稣住在我们里面 真真实实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 风浪当中 你会感到平安 因为你知道 你所信靠的是谁 来我们再来看 第四个呢 就是复习第四点呢 就是喜欢自己 为自己的软弱 而欢庆 为自己的软弱而欢庆 以前呢 以前我 我非常讨厌我的 我的小腿 因为我的家人说 喂你的腿 你的小腿很像大腿 然后大腿呢 大腿像大腿 但是你的小腿 为什么那么像大腿 那么因为我小时候呢 我就是一直 一直赛跑 一直赛跑 我是运动的 现在运动不起来了 就一直跑 跳高跳远 田径什么都参加 所以我小腿就比别人大 然后我其实我很 到后来呢 我就觉得 当我好像明白的时候 我就很介意了 我非常介意 然后我姐姐就说 哎哟大象来了 大象来了 你知道这句话呢 我当时听起来 是非常难过的 她说大象来了 就代表 她就取笑我 但是后来呢 我我觉得 现在人家 人家也不会这样笑我 即使人家这样笑我 我也无所谓了 我觉得我开始喜欢 我开始喜欢我的小腿了 我开始我不介意了 我说大象就大象 大象很稳吗 对不对 大象很稳啊 如果腿小小的 不是很容易倒 对不对 所以你是SRQ精神吗 不是 而是我接纳 我自己的软弱 我为着我有比较大的小腿来感恩 我要来欢庆 然后呢 因为在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上帝的能力呢 可以 我们的软弱呢 可以是彰显上帝能力的时候呢 当然这个是讲到我们内在 有时候我们 刚才我讲的是外在 但是有时候我们内在呢 比如说我们很胆怯 我们很害怕 我们很没有信心 这个看起来 好像很讨厌自己 这样没有信心 但是其实呢 当我们的软弱呢 我们就是彰显上帝的一个大能 我认识仪宝有一个姐妹 这个姐妹 我非常喜欢她的生命 她说 我狠 她说我的心很软 她说我很讨厌我心软 她说我的心软呢 是我的优点 但是也是我的缺点 我的优点呢就是 我如果不听话的时候呢 人家跟我提醒的时候 我很容易悔改 或者说我心里面不会刚硬 因为当人家有求助于我的时候呢 我进我的能力里面 我一定会帮忙她 就是很好 她的心非常善良 她说 但是她的心很软 她也不喜欢 她就说 别人就站着她 心很软了 就欺负她 什么都叫她做 所以她就说 我很讨厌我心软 后来她信了主之后呢 她说 她发现 哇 这个心软 觉得是太美了 她为着 她的这个优点 也是她认为是缺点 她来感恩 她说 就是因为她的心很软 所以呢 上帝呢 就借着她呢 把很多那些伤心 破碎 支离破碎的 心灵 支离破碎的那些人 带到她面前 然后她就是因为 心地非常善良 她可以陪伴他们 她可以听他们倾诉 她可以为他们祷告 她可以给他们 鼓励 可以给他们打气 就是因为这样呢 因为她觉得 这个是她的软弱 但是呢 上帝却使用她 自认为软弱的地方呢 她造就了很多人的生命 她扶持了很多人的生命 所以呢 我们要为喜欢我自己 我们一起说 我喜欢我自己 王朝轩 我喜欢我自己 讲你自己的名 来一起说 王朝轩 我喜欢我自己 我要为自己的软弱 而欢庆 好 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 接下来的三点 来 我要跟大家分享 第五点呢 就是很快饶恕人 你对人是有恩典和慈爱的 怎么知道我们有一个更新的思维呢 就是当有人冒犯你的时候呢 我们很容易去饶恕 你说哎呀 这个是跟我们天生的那个气质有关系吗 有些人是开朗型的 可能他也不记仇 或者是姐妹 然后一下子他也不会放在心里面 有些人他性格比较内向 可能他会放在心里面 哇五年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 他又搬出来讲 但是今天不管你是什么性格 我们说在上帝的 这个的 上帝的这个大能里头呢 我们可以被更新的 我们可以被改变的 不管你是什么性格 我们都可以被更新 被改变的 我们被人家冒犯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去饶恕他 可能过去从一个星期到一天 从一天呢就到一个小时 然后从一个小时呢 到五分钟就搞定了 就饶恕对方了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呢 第六章三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不要论断人 就不被论断 你们不要定人的罪 就不被定罪 你们要饶恕人 就必蒙饶恕 这个饶恕呢 它的原文就是释放 饶恕的原文原来是释放 就等于说 如果我们不饶恕人的话呢 我们就是把对方绑起来 我们以为就是把对方绑起来而已 其实当我们心里面不饶恕的时候 我们不但把对方绑起来 我们也把自己绑起来了 所以当我们愿意选择饶恕的时候呢 就等于我把对方释放了 你释放了对方 你同时释放了自己 自己也得释放 所以你看这么 饶恕可以这么大的一个力量 所以当我们去饶恕人的时候 我们就等于我释放了对方 我也把我自己被释放了 所以我们说饶恕的两个实例呢 第一个就是撕毁这个借据 我们来看这张图呢 撕毁借据 这个借据呢 就是当我们 当别人跟我们借钱的时候 或者我们跟别人借钱的时候 应该有一张的那种的 一张的那个合同 那这张合同这个借据呢 就等于说 证明了这张借据 是要还借款的一个凭据来的 那么借主呢 不管你是哪一方 借主呢 可以凭着这个借据呢 去跟对方追债的 这个是在法律上呢 是有效的一个证据 那么我们看这张图片的时候呢 当借据被撕毁的时候呢 就等于说失去了双方 双方就失去这个证据 就不再是这个借权的关系了 所以呢 饶恕也是这个的道理 如果有人得罪我们 如果有人伤害我们 如果有人亏欠了我们 做了对不起我们的事情呢 我们就好像这个 撕毁借据 我们就完全放弃呢 追讨的这个权利 这个叫做 撕毁借据的饶恕 明白吗 这个就是 撕毁借据的这个饶恕 第二个呢 饶恕的实际例子就是 把你的伤痛 当成祭物献给神 把你的伤痛 当做祭物献给神 我记得比穆斯他 他当时候呢 他教会 伯特利教会他们都在 一直有很多的神迹发生 他们在为很多病痛祷告 然后他自己的 是他自己的父亲 就是 竟然死于癌症 所以他就很不能够接受 非常伤痛 到最后呢 他说他把 他把他的那个伤痛呢 当着祭物献给神 他把他的眼泪 当着祭物献给神 其实我们说饶恕 饶恕有时候真的是不简单 有时候不是 我相信如果我们当中 或者我们献上的弟兄姐妹 我们如果曾经经历过那种 被人家彻底的伤害的时候 那个饶恕不是 不是三言两语说 嘿 看开一点 Fora 看开一点 看开一点就没事了 如果你不看开一点 你就斗鸡眼了 不是那么简单的 如果当我们经历到那种 被人家伤得很严重的时候呢 我告诉你要饶恕 过程呢 是的确很不简单 因为你很有可能 你还要天天面对这个 不断伤害你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底线 我们说 当我们被人家踩到 我们的最后的底线的时候 我们会报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 都被人尊重 我们也同样的要尊重人 但是到一个底线的时候呢 如果别人踩到我们的底线的时候 真的这个就是一个 会带来一种的伤害 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 如果今天 不管我们过去 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伤害 可能这个伤害 真的是很不简单 你说牧师 你没有经历过 你不知道 我或许真不知道 但是今天早上 上帝知道 你经历过多少的伤害 你经历过那种被撕裂的那种的伤害 你说上帝 我真的没有办法原谅他 上帝我每天都要看着他 他每一天还是用这样的话 还是用这样的言语 用这样的行为 拆我的底线 每一天不停的伤害 不停的伤害 你说上帝我怎么样原谅他 但是你说上帝啊 我需要你 我真的没办法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我把我的这个伤痛 我当成祭物 献给你啊 我没有办法 我把我这个伤痛 这个当成一个祭物 上帝我献给你 我献给你 就好像Christmas这样 把他的眼泪当成祭物 献给神 当我在分享 当我在分享这个的时候呢 我想起 世上呢 有几种力量是很大的 我们说水的力量非常大 一场的surami 哇 可以摧毁 我们讲圣经里面的 那个 上帝借着水 淹没 世界都没了 当我们讲 活在世上的 一个surami 就可以摧毁了一个地方 就可以把人的生命摧毁了 那么火的力量也很大 火的力量 哇 可以在刹那间呢 化成灰了 如果你经历过 被烫伤 哇 那个烫伤 你会体会得到 那种大火 更不得了 但是我们说 除了这两个力量很大 我们说恨 这个力量也很大 当我们恨一个人的时候 哇 我们说恨她的路骨 有一个太太 非常恨她的丈夫 所以她丈夫要死的时候 她就说 你死了 就是你 你 你投胎 这个她没有信主 她就说 就算你投胎 转世 你变成蟑螂 我都要把你踩死 我都不会原谅你 后来真的 家里看到蟑螂 她就把她踩死 踩踩踩踩 因为她心里面 非常恨她的丈夫 可惜丈夫已经死了 所以我们说 恨的力量也非常大 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有一个力量 比水比火 比恨更大的 就是 爱 不单我们可以饶恕人 我们还可以有一个更新的思想 我们就是对人有恩慈 有怜悯 当我们肯去饶恕别人的时候 同时 当这个饶恕 这个绳索一断开的时候 我们对人 对人 我们自然有恩典怜悯 我们会想到 我本来 我曾经也是一个罪人 但是耶稣也是这样 无条件地爱我 这个爱 已经把所有的仇恨都化解了 我再跟大家分享 第六点就是 你是有自信 和有感恩的心 一起说 我是有自信的 我是有一颗感恩的心的 其实比起西方人 我们东方人 华人的文化背景 塑造出来的多数是倾向自卑 我真的是 因为就活在我们的生活范围里面 就看到我们 为什么我们的反应好像很自卑 明明我们是上帝的孩子 我们一直强调说我是上帝的儿女 我是上帝的王子 我是上帝的公主 但是呢 大家出来分享见证 奇怪哦 我们真的是需要自信 有一次呢 我在西部参加一个小组 是在一个人的家 那么那时间还没有到 那时候那是七点半小组 那么我七点 大概是七点十分 我就到了那个家 然后那个家呢 刚好有一家的琴 然后一个的姐妹带着她的小女儿 大概是三四岁了 来到那个家 她也是来参加小组的 然后因为都在等其他的组员来 然后那个小女孩呢 就看了 哇 这个家有这一家琴 她就很兴奋 很好奇 她就坐上那个琴 她就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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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的文化就是塑造出这样的一个 让我们没有自信 但是西方国家很不一样 虽然西方国家他们也有 他们不好的地方 但是我们说 比起这个训练孩子自信 这个是他们比我们强的很多 所以今天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维 当我们的孩子做得很好的时候 即使做不好的时候 我们都要说 Well done 都要跟他讲很好 我的 我的哥哥的儿子呢 当他在五岁的时候呢 他有一天哭着来跟我讲 姑姑 我很难过 我爸爸 他的爸爸就是我的哥哥 他说 爸爸一直骂我 爸爸一直骂我 因为我考第五名 班上有四十多个人 然后我想 四十多个人考第五名 不错 给我已经开庆祝会了 他就说 爸爸还是不满意 后来我就去跟我哥哥谈 就跟他讲 怎么你可以这样呢 你一个孩子已经尽力了 你要鼓励他 诶 哥哥有改变喔 到了晚上呢 他就把他的孩子 把他抱起来 Boy 把他抱起来放在桌子上 然后他就诶 我就看 诶 转性喔 不一样喔 哥哥改变了 然后他就跟他的儿子讲 你很棒喔 爸爸知道你尽力了 你拿到第五名 你很棒 但是呢 爸爸希望你考第一名 那时候如果有棍子要打他一顿 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塑造孩子 培育孩子的过程里面呢 我们真的要不断地给他们加油 他们即使不是我们理想中的做得那么好 但是我们还是要跟他讲 你做得很棒 但我们一直鼓励他 一直鼓励他 会增加 加增他的信心 我记得当我当年在自己的家乡服饰的时候 有一次我领唱 我领唱的时候 然后领完了我下去 聚会散后 聚会散了之后 我就听到有一个姐妹 在我的妈妈面前 她说 哇 某某姐妹 哇 你女儿的声音很好听 哇 很棒 她今天领得很棒 然后其实我妈妈不知道我在演出 但是我听得到她们对话 我妈妈回应说 哪里会 不会啦 普通而已 不会 哪里会好听 然后我回去的时候 我说 妈 你今天讲什么 我说 改次你要这样回答说 感谢主 感谢主 上帝给的 她真的有学 改次人家称赞的时候 人家跟她讲说 某某姐妹 感谢上帝 你的女儿被上帝呼召去做宣教士 你知道我妈妈怎么回应吗 感谢主 这个是上帝呼召的 上帝拣选的 我觉得很棒 这个就是塑造我们 给我们自信心 和有一个感恩的心 所以我们说 虽然我们的文化塑造我们 比较倾向自卑 所以我们更需要自信 今天我们拥抱天父的思维 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要自信 自卑不是上帝要的 自信是上帝要给我们的 不管我们是不是一个领袖 我们要有自信心 所以即使你不是领袖 我们都要有自信心 做一个领袖的时候 我们没有权利可以害怕 所以我们当中有很多的组长 有很多的小小组长 很多的我们的长职们 我们的牧者同工们 所以做一个领袖的时候 我们没有权利可以害怕的 我们也没有权利 让跟随我们的人觉得 我们很可怜 因为我们是在前头 做带领的人 那么有一个领导 领导力的一个专家 叫John Maxwell 他讲了这一句话 他说当一个领袖 缺乏 可以把他的图片放出来 当一个领袖缺乏 自信心的时候 人们就会缺乏尾声 所以当一个领袖 如果他缺乏自信的话 也会导致他跟随的人 缺乏尾声 所以怪不得 当耶稣亚 他接过摩西的棒子的时候 上帝就跟耶稣亚讲说 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所以我们这里的 每一位领袖们 可能大家是不同层面的领袖 但是我们今天早上 我们也要像上帝鼓励 耶稣亚那样 我们要刚强壮胆 而且我们要有自信 阿们 我们可能会担心说 如果我们太过自信 会导致骄傲 那你我觉得 不用太过担心这个 那我们怎么预防呢 你说我太过自信 我们的文化比较多是 自卑多一点 所以我们要 要一直要训练 我们一直要进步 要越来越有自信 那不用担心说 因为太过自信 而产生骄傲 当我们在培养 自信能力的同时呢 我们也要培养 有一颗感恩的心 如果我们知道说 我们今天所拥有的 我们今天所领受的 所有的祝福呢 都是上帝给的 那你是骄傲不起来 你没有办法 因为一个人不可能说 我很有自信 但是同时他也骄傲 那个是不可能的 除非他伪装 所以当我们在培养自信 的时候呢 我们也同时要培养 一颗感恩的心 因着耶稣呢 所有的恩典呢 都在我的身上 来我们最后呢 我们来看第七点 相信别人 不亦怀疑他人 如何知道 你是一个已经有 改变思维的人呢 就是 你不容易怀疑别人 其实我们说来到 现代的这个社会 你要信任人 今天我们信任人的 程度是多少 不要太过相信人 你会被骗 被骗就被骗 我们说灵巧像蛇 训练像鸽子 但是我们保持着 那个单纯的心 我们引用那个 新约有一个人物 叫做少罗 少罗呢 后来他改名叫做保罗 这个新约的少罗呢 他信主之前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个专门去 抓基督徒 把柄的这个人 那么后来他在 他在大马色路上 遇见了 遇见了耶稣 这个光就死到 他眼睛瞎了 后来呢 上帝跟另外一边呢 上帝就跟一个人 叫亚拿尼亚 就跟亚拿尼亚说 亚拿尼亚 有一个人 叫做少罗 他现在眼睛瞎了 你去为他祷告 要这个亚拿尼亚的反应 说 上帝啊 有没有搞错 这个人是真的吗 是真的信主吗 我听说他过去 是专门 抓拿基督徒的把柄 而且是把人家捆锁 进去监牢里面了 现在你要我去为他祷告 但是上帝跟亚拿尼亚说 你放心 这个人呢 就这个少罗呢 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呢 他要在外邦人 和这个君王 并以色列人面前 要宣扬我的名 我已经呼召他了 所以你只管去为他祷告 让他能看见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少罗呢 他领受了一个先知性的 一个话语 他也经历了一个先知性 遇见耶稣的一种的 奇妙的经历 所以呢 当他一信主 亚拿尼亚为他祷告 他吃过饭后呢 你知道 才刚刚信主 圣经讲 他吃饱饭后 就立刻有精神了 然后呢 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就是立刻跟使徒们 跟信耶稣的人 出去传福音了 立刻的 没有说 还要训练什么 还要等多少年 没有 他就立刻去做 传福音的工作 他就想尝试 去到一个地方 想成为 一个伟大的传道人 但是 圣经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 门徒没有一个人敢跟他结交 每一个人都怕他 不知道他是不是间谍 不知道他是真心还是假意 你是不是间谍假假信耶稣 我们不敢 他已经是我们弟兄 不要 不要 不要乱相信人 没有一个人敢跟少罗来往 没有一个人敢相信他 弟兄姐妹 每一个人都信耶稣 但是没有一个人敢相信 少罗 没有一个人要跟他做朋友 我们来看这一处的圣经节 这一节圣经节非常重要 他说在使徒行传九章二十七节 他讲 唯有巴拿巴接待他 领他去见使徒 巴拿巴接待他 然后带他去见那些 去耶路撒冷 见那些使徒 然后告诉使徒们 这个少罗 他的整个的过程 他的经历 他怎么样去传福音 他怎么样爱耶稣 他怎么样改变 只有巴拿巴敢接待他 所以我们说 后来 这个巴拿巴跟少罗 后来就被使徒们 拆派出去做宣教 是做传福音的工作 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三章 我们就说 当他们去到 一出去宣教的时候 来到第一站 他们遇到一个人 一个行法术的人 叫于里马 于里马那个时候 我们说 少罗他就很 他是一个领袖 他里头的恩膏就出来了 他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要拿起权柄 抵挡以里马背后的 抵挡的势力 圣经记载 从那件事情过后 少罗他的名字 就是那个时候改成保罗的 而且圣经记载 那个时候 保罗就开始 做带领的工作了 本来是巴拿巴 先接触他 照理巴拿巴 是他的 是他的一个 一个属灵的父亲 巴拿巴是用一颗 为父的心在接纳他 但是现在来到一个地步 我们看到说 保罗他身上那个恩膏 上帝呼召他 把那个职份 用出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开始 这个保罗就做带领的工作 接下来 你从使徒行传 你就会看到说 接下来都是保罗在带领着 他们就在亚西亚这个地区 建立了很多的教会 虽然间中 保罗跟巴拿巴 的确是有为着 那个马可的事情 因为马可的软弱 所以他们为着 马可的事件 吵架了 两个人分开 后来就换partner了 他们带不同的partner出去 但是我们话说回来 当初就是因为 有一个人肯相信 有一个人肯相信保罗 就是因为当时候 有一个人就是巴拿巴 他肯相信保罗 他栽培保罗 他用一颗为父的心 来爱保罗 来保护他 来训练他 使他成为一个成功的保罗 新约圣经大概超过13卷书 是保罗写的 但是巴拿巴 一封书信都没有写 至少有超过13封信 是保罗写的 弟兄姐妹 我们说如果没有巴拿巴的话 新约的13卷书 也不存在了 没有这个巴拿巴的话 也就没有保罗了 所以我们生命中 我们每一个人 只要我们碰到 生命中的巴拿巴 我们都可以成为 一个改变世界的人 阿们 我们碰到生命的巴拿巴 我们就可以成为 一个改变世界的人 其实我们生命中的 第一个巴拿巴 已经出现了 今天我们坐在这里 就是因为曾经有巴拿巴 相信我们 接纳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里 可以敬拜 你说我还要再等 第二个巴拿巴 第三个巴拿巴吗 其实我们随时随地 我们都会遇见巴拿巴 我们随时随地 我们都要成为巴拿巴 所以我们说耶稣 祂更是一个最佳的典范 祂做了最伟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祂上十字架 救赎人类 祂另外除了这个之外 耶稣还有很多 做很多伟大的事情 另外一个就是 祂在我们 人还不配得相信的时候 祂就选择相信我们 耶稣的门徒有十二个 请问 耶稣的门徒十二个里面 有多少个背叛祂 大声一点 多少个 一个吗 其实全部都背叛祂 耶稣被抓拿的时候 全部跑都来不及 当然最后有回来 我们说 耶稣的一个门徒当中 背叛祂的 最后死掉的那个就是犹大 犹大是一个贼来的 他是一个偷钱让的人 我们说当时候那个时代 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 那么耶稣派这个犹大 是管理财政的 管理财库的 耶稣把一个贼 放在他们当中 然后叫他管理财政 耶稣不是为了要试探 犹大 让他死得难堪 不是 因为耶稣相信他们 耶稣在他们这些门徒 还不配得的时候 耶稣先选择相信他们 耶稣在他们的软弱当中 来使用他们 让他们的软弱 因着他的能力 可以刚强 所以你说今天我们也是有很多软弱 但是耶稣使用我们的软弱 他就是要彰显 他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所行硕的一个文化 带出来 哇 就是什么呢 十一个 十二个门徒里面 十一个成为伟大 改变世界的人 但是 也有一个 出来死掉了 也有一个 后来去自杀了 就是犹大 今天我们要拥抱上帝 拥抱天父的思维 在这个更新的思维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呢 我们说更新的思维 耶稣改变他们的文化 一般人我们都会选择说 这个人可靠 经过多少年的时间 这个人经过考试 这个人品格是靠得住的 耶稣都没有跟他们接触过 耶稣都没有说 你们经过你们品格考 考试及格的 才可以让你们跟随我 没有 耶稣先选择相信他们 耶稣先选择让他们跟随他 所以耶稣改变了他那个文化 其实改变那个文化呢 是有他的危机存在 我们说带出来一个犹大 他去自杀了 但是十一个 十一个门徒呢 却成为世界改变世界的人 所以这个改变思维呢 虽然它是会有冒险的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 因为怕会有风险而不敢冒险 我们总要冒险 我们总要冒险 失败就失败 我们可以再来过 好过我们完全没有尝试 所以我们说 圣经里面又不是只有 犹大否认过耶稣 彼得也否认过耶稣 一个出去吊死 一个呢 后来成为教会的基石 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立在 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上 所以后来彼得也被耶稣重用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有一个更新的思想 我们可以选择相信人 让我们的信心可以伸展到别人的身上 在别人都还不相信这些人的时候呢 我们先选择相信他们 我们先选择给别人机会 我生命中呢 在我信主的时候呢 就是1986年 然后1987年年 上半年 我还在 当时我21岁 所以你们知道我几岁了 其实那时候我非常年轻 我就去念神学 那时候我在新加坡念神学 我徐牧师也在那边念神学 所以我 我应该是不久前 我跟大家们分享 Socking的时候 那上帝给我看到那两幅画 我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吗 第一幅就是在那边 哇 很 很忧愁的 其实我 上帝光照我的内心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没有 很害怕被拒绝 被人拒绝的人 所以因为我是单亲家庭长大 不是说所有单亲长大都是这样 我是我的情况 我是在单亲家庭长大 我家庭是非常破碎的 所以我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塑造我出来的一个 一个的心态 就是我很怕被人拒绝 所以当我去念神学的时候 我才刚刚信主几个月而已 我的四福音都还没有读完 我就去念神学了 所以我去到那边 在新加坡念神学的时候 我就看到每一个 每一个那些师兄师姐 哇 全部都是在教会服事的很久 哇 都是属灵很老练的人 我就觉得我很自卑 我怎么办 我还过得下去吗 而且当时我是非常情绪的人 我是非常情绪的人 因为我的从小那种的情绪 高地起伏非常厉害 我就变成 已经快要变成一种的病态了 所以我记得 那个时候许牧师他去到新加坡 然后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每次都是开学 他都是迟到两个星期的 在美国也是 都是因为服事 所以他就迟到 所以他迟到两个星期 他来到我们当中 然后我在那个 我们一共念了 念了八个月 然后中间有两个月 是我们出去宣教 所以差不多有超过八九个月 我们都在同一个地方 大家一起学习 我在那边一段时间了 我看到什么同学 都好像很冷漠 大家都是很忙 都是在抄笔记 都是在赶功课 都是在忙着服事 或者说他们自己本身 还有在服事 还在带职服事的 他们都在忙着联络 然后我就觉得 哎呀 怎么办呢 我感觉到我自己 快要走不下去了 我觉得好困难 因为 我试福音都没有读 我都不懂他们在教什么 老实所讲 我根本就听不懂 那我怎么办 我记得那个时候 牧师就开始 他非常好 我称他为 我说巴拿巴 下来就是他了 我说他是我生命中的 巴拿巴 许牧师他就非常好 他就跟我讲 然后他把他的讲义 他很像复印机 把他的讲义给我看 然后帮助我 有时候我就抄 抄了其实我也不懂 但是我觉得不只是这样 许牧师在那个时候 他就一直鼓励我 他是第一个主动跟我做朋友的人 他是第一个主动跟我说话的人 他是第一个主动跟我深交的人 他都不认识我 他也不知道我那么情绪化 他也不知道我这个人好不好搞 但是他就是这么单纯的 他选择相信了我 所以我觉得 许牧师是我生命中的巴拿巴 他是我属灵的生命的恩人 跟我属灵生命的第一个朋友 所以我非常珍惜 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前辈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都好希望 我们在生命中 再有更多的巴拿巴出现 你说上帝啊 可不可以再给我巴拿巴 可以再给我多几个巴拿巴呢 倒不如我们说 当巴拿巴还没有再出现的时候 倒不如我们先给出去 我们先成为别人的巴拿巴 我们先成为别人的巴拿巴 不用在那边一直等上帝 把巴拿巴给我 你说上帝啊 我今天我选择站出来 我要成为别人的巴拿巴 我要在别人都还不相信 那个人的时候 我选择相信他们 我选择相信他们 就因为我所看到 那个人生命的潜能 我能够栽培他 我要以一颗为父为母的心 培育他 让他成为改变世界的人 我相信说 如果当初没有许牧师 我觉得今天我怎么有可能 站在这里 我哪里有可能来到撒老月 我哪里有可能会站在这里讲道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感恩 最后我要请我的属灵的 生命中的巴拿巴 我生命的恩人恩师出来 上个礼拜牧师说 在圣诞节的时候 你们可以透过买礼物 然后可以送给你想送的人 你心中想送的人 然后跟他讲说 我看到生命 上帝的恩宠在你的身上 许牧师 我看到上帝的恩宠在你的身上 谢谢 所以我今天早上 我领受 我们都要领受 上帝在你身上的这个恩宠 所以我请你为我 为教会来祷告 这份礼物送给你 谢谢 天父让这个孩子 像保罗一样 比巴拿巴更卓越去写 十一本圣经书出来 封主的名字 让那个恩宠 临到他能够像保罗一样 绞迹走遍春世界 把福音撮到世界的地底去 我也把这个恩宠 示范在弟兄姊妹身上 奉耶稣基督名求的 阿们 谢谢王牧师 谢谢我们卓越的王牧师 所以你看他的脚 要踏到春世界各地去 我们为主要他感谢神 谢谢他今天早上 给我们讲的这个美好的信息 那么我相信说 如果我们 就是我们要相信 更多卓越的后代要起来 说阿们 好的我们一起站立起来 我们一起站立起来 我们今天早上呢 哎呀 我们感谢 谢谢王牧师的分享 那么我们 这是个举起我们的手 我们线上线下的 我们一起来 开身来敬拜 神说 谢谢天父爸爸 我生命中有一个 有一个巴拿巴 那谢谢可能有父母 有兄弟姐妹 有主长 他们爱我 他们信任我 他们照顾我 帮助我 所以为他们来感谢 好的我们一起献上感谢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那这时刻呢 我们为他们感谢 现在我们也做个决定 做天父爸爸 我也选择做一个 做别人的巴拿巴 做别人的属灵的父亲 母亲 做别人的馒头来 你把自己献上给神 那我就宣告说 你要栽培出更卓越的后代 像王牧师这样 像我们 像扫罗一样 像保罗一样的后代 要从我们 要从我们 手下 长生出来 生出来 来 天父爸爸 我们感谢你 今天早上呢 我们实在是太感恩了 你是最好的爸爸 你就是最 全世界最好的爸爸 你信任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 能够成为这么卓越 而且我祝福弟兄 怎么越来越卓越 越来越卓越 因为有一个 信任我们的天父爸爸 感恩我们旁边 也有信任我们的领袖 朋友 弟兄 姐妹 家人 我们都祝福 我们都感恩 奉耶稣基督命求的 阿美 阿美 那我们今天早上呢 我们线上呢 线上聚会呢 我们先给告一个段落 接下来呢 我们留下来的弟兄姊妹 我们还有两件事情 要美好的事情 要祝福大家 第一件事情 Vivienne要跟我们做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见证 第二件事情呢 我们要为所有病人祷告 然后我们彼此来发预言 好的 上帝祝福大家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